大家好,我是爱折腾老高 本期我们折腾下 零克S12-5500U迷你电脑 话说老高上一个玩过AMD的机器 还是几年前 2200GE玩虚拟机,小主机,硬件,路由等 基本也都是Intel的CPU 感谢零克有这次测试机会 体验一下AMD的新产品 下面我们开始了 首先我们开个箱 零克S12-5 锐龙5500U 16G内存500G硬盘 领可提供三件质保 30天无理由退款和保驾服务 撕膜 开盒 看一下是产品说明书 配有硬盘的安装指南 一会儿我们有详细的硬盘安装方法 看一下配件 首先是自带的螺丝刀 HDMI的线两根 电源线 以及旁加19V3.42A65W的电源 螺丝包 备用数据线 一边接主板一边接硬盘扩展 620支架可以安装在显示器背面 整理一下饲料机器的新膜 看一下全家幅 12×11×4厘米 巴掌大 上盖金属散热网 贴高大上的CPU和APU贴膜 侧方金属网进风口 我们看一下正面也有亚克力晶片 亮晶晶 左边BIOS付位键 两个USB3.2G2 FC口是数据和视频 耳机口 电源开关 按上去手感不错 看一下背面 散热出风口 一个千兆LAN口 下USB2.0 上USB3.2G2 一个DP1.4 一个HDMI2.0 DCDN口 背面BIOS和引导 拆大温馨提示 以及产品名牌标签 这是方便拉开 底板的小洞洞人情话设计 下面我们考虑一下 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1.静音体验如何 2.低功耗能低到什么程度 3.这小盒子散热如何 4.PV的安装有没有坑 5.核显直通能行 6.直通后的核显 是否有图像和声音的输出 7.硬解效果怎么样 8.AMD上硬解使用 是MB好呢 还是J6分更好 下面我们拆个机 拉住底板这个 易拆的小灯灯 打开 这是随机附送的 一根备用的书记线 看一下内存 两根英瑞达 1.48G3200是需22的 大牌子正品的内存 稳定性不用担心 再看一下M2 NVMe的盘 也是英瑞达P3 Plus 可以看到这是PCIe 4.0x4的 主板接口呢 是3.0x4 配了4.0x4的盘 老板大气 无线网卡 AX200 WiFi6 蓝牙 5.2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硬盘线怎么拆 把这两个小卡子往上拉 然后可以抓住这条数据线 我们把它轻轻的拔出 那反过来装呢 首先保证小卡子是拉起的状态 插入数据线 然后再把两个小卡子按下 这样就可以锁紧了 好 我们把底板拆下 这个底板呢 是个金属的底板 认准了箭头 硬盘是在这个方向塞入的 一方面呢 可以做底板用 另一方面 看这儿有个导致垫 可以给它粘在 NVMe的盘上 作为导致散热用 下面我们拧下主板螺丝 4颗 然后这个无线网卡呢 我们可以把它卸掉 这样避免来拔天线了 偷个懒 看一下全家福 看一下主板 首先这是电池 EC BELS芯片 声卡 这边 液压是静音PWM风扇 还有铜的散热器 一会儿我们烤机 测试一下温度 还有声音怎么样 主板的这一侧呢 有一个风扇的插座 可以加装风扇 给NVMe的硬盘散热 红次的电源开关按键 一边为平的 可以用来定位 下面我们组装起来 下面上个机插入HDMI的线 键鼠USB适配器 电源线 打开键鼠 开机 狂点DAL 进入BIOS 这里200倍的快进中 自带Windows 11初始化 安装完成 下面进入口机 打开的64 CPU-Z HWM464任务管理器 选择仅烤FPU 点击开始 我们看到频率在上升 温度在逐步的上升 看下功耗 左边为待机6W左右 右边满载33W左右 环境噪音33dBA 我们把它放在风扇旁边贴脸测 待机时的噪音约为38 然后上升了5dBA 在正面 也是38dBA左右 打开FPU100%烤机 我们测试下满载时 噪音约40dBA 上升了7左右 我们把麦克风也贴脸测一下 感受一下声音 满载时的外壳温度 正面 27.9 29.7 侧面 也是28度左右吧 后面 出风口这地方比较热 这也是正常的 因为它的热量都在那排出呢 然后背面 34.6左右 满载时电源的温度35.5度 FPU100%烤机30分钟 CPU温度最高约为78度左右 硬盘温度56度左右 6核全核维持在3GHz 没有降频 也没有出现温度过高 导致CPU过热而撞墙降频 温11下烤机汇总 环境温度25.5度 待机49度 烤机30分钟78度 增温29度 硬盘待机50度 烤机56度 增温6度 环境噪音33dBA下 待机38 烤机30分钟左右 40dBA增加2dBA 功耗待机低至6瓦 满载30分钟 约33瓦左右 低功耗和静音均已达到 下面是自带内存性能测试 以及自带硬盘的读写性能测试 各位需要的小伙伴可暂停查看 下面安装PVE 相信小伙伴们对它已经非常熟悉了 重点是 5500U木游碰到安装PVE过程中的幺蛾子呀 一路顺畅 这里就加快播放了 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点击暂停来查看 好 安装完成 进入重启 下面是重点 直通核显设置BIOS 一般有三部 第一部 高级 然后CPU设置 里面的SVM 这个一定要开启 安装PVE 第二 高级AMD CBS NBIO 把里面的分组 可以默认的Auto 或者是设置成安装PVE 三 CSM需要开启 对于缺少CSM功能的BIOS 尝试把启动方式设置为传统 保存Auto并推出 PVE的基础设置 如果已经做过的小伙伴可以略过 第一 去掉登录订阅提示 PVE需要节点下面 粘贴这条命令 回车 清空浏览器的缓存 注销并且重新登录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 没有这条可恶的订阅提示了 二 更换国内元 如清华 使用Nano来编辑列表 将原有自带的元 加警号来注释掉 粘贴清华的元 Ctrl加X Y 保存回车退出 编辑PVE企业的元 也是将原有的注释掉 粘贴清华的元 Ctrl加X Y保存回车退出 更新并升级 这儿比较慢 我们加快 下一步顺便把LXC 更换为清华的元 备份 添加清华的元 换圆后要重启 虚拟服务 刷新浏览器 然后下一步 升级内核 Headers 还有固件 对于现在的AMD的核显来说 5.19G以上的内核就足够了 4.编辑Grab 开启直通 我们可以把原有的用警号注释掉 然后复制这条新的 这一条是设置直通模式为PASS THROUGH 后面是AMD的打开直通 在后面这一条 就是启动的时候要屏蔽核显 这个要配合核显的相关驱动 来一起来生效 这一段表示 每一个设备单独的分组 避免直通的时候 导致物理机卡死等等情况 当然很多情况下 需要来测试 这个相关的参数是否需要改动 检查55后 Ctrl加X点Y 回车保存退出 有编辑过Grab的话 这都要更新一下Grab 才能够生效 下面是编辑黑名单 里面添加屏蔽三大显卡驱动 屏蔽HDMI的声音驱动 以及允许不安全设备的中断 Ctrl加X点Y回车保存退出 更新Initrips 然后这个过程很漫长 我们快进中 更新完了Reboot重启 重启之后呢 PVE的物理屏幕可能会停在此处 因为之前的操作已经屏蔽了 PVE占用核显 为直通核显做准备 之前像我们玩 ESSI屏蔽核显的时候 也会如此 下面安装Windows虚拟机 首先上传ISO镜像 Windows安装ISO上传 然后是VirtualIO驱动ISO上传 创建Windows虚拟机 名称可以自定义 然后这个开机自启动呢 当我们成功设置完直通之后 可以把它给打开 选择镜像 这是Windows安装的镜像 然后系统 选Windows 老高这儿以Win10 LTSC为例 显卡使用标准的VG 机型Q35 BIOS用默认的这个传统引导 硬盘 SCSI 大小100个G级以上 然后CPU Host 核心 5500U的话 这是6个核心 下一步 内存 8个G级以上 如果你玩核显 或者是更高的应用的话 可能会更大的内存 网卡 选WirtIO 半虚境化 占用资源比较少 当然也可以直通网卡 如果你的网卡有富裕的话 虚拟Windows硬件设置 点击硬件 我们现在要把CD-ROM再加一个 把VirtIO的驱动的ISO也添加上 下面查看核显及生卡 我们首先更新一下PCIID 查看一下VGA设备 这个04就是我们的APU核显 然后音频呢 一般是邻居4.0.1 在搞清楚APU和音频设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添加PCI设备 首先是添加核显之通 04这个 注意要勾选主GPU PCIe以及这个默认的Roomba 都要打上钩 再次添加PCI设备 我们该加生卡啦 4.0.1 选中它直接点添加 我们除了用远程桌面来控制这个虚拟机 当然也可以直通USB键熟来控制更加方便 我们添加USB键熟 这样直通完了之后才能来控制这个虚拟机在显示器上的操作 在启动之前呢 我们还要用第三方的Shell工具来上传这个VBIOS文件 我们把这个目录直接粘贴在这儿 PVE这个目录下面 我们点上传 选中5500UVBIOS 上传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操作 NANO来编辑这个虚拟机的CONF文件 在咱们添加直通的这个核显后面添加这句指定VBIOS的路径 然后Contra加X点Y回车保存退出 操作完成回到PVE这个虚拟机的硬件下面可以看到 咱们已经成功的添加这个VBIOS的指定 下面调整虚拟Windows的引导路径 首先是Win的安装ISO 然后是虚拟的硬盘 之后呢就可以启动虚拟Win完成系统的安装 相关命令行可以加下视频评论区置顶的群货讨论组中有分享 安装Win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个坑 这儿不显示安装盘 我们选VOTIO的安装光盘 里面的SCSI驱动 Win1064位 点确定 然后安装上加载驱动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硬盘了 点击下一步直至安装完成 安装Windows过程呢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这儿就略过了 我们启动起来之后 第一件事安装Win10IO的驱动 打开光缺 直接点运行 完全安装 直至安装完成 在网络状态里查看本机的IP地址 可以把它记住 或者设置为静态的固定IP 开启远程桌面访问 为咱们直通网卡做辅助操作使用 登录的时候就是设定的这个IP地址 确认账号存在密码 并且这个密码要记住 因为远程桌面必须要有密码 测试远程桌面 已经可以正常登录了 准备好浏览器 并下载好相关的工具 这个补丁主要用来解决 冲启后显卡不能使用的问题 下载完成后 把它放在C根目录做准备 然后我们下载好AMD核显驱动 也可以使用Windows更新 老高这儿 这个Windows已经自动更新了驱动 当然现在这个状态还不做准 任务管理器性能里头看不到GPU 因为它是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它的核显才能正常工作 在重启之前 需要把我们刚才下载的 修正Bug的补丁给打上 使用关键源权限 打开CMD 然后进入C盘的根目录 程序的名字加Install 开始安装这个Service 过程很漫长 耐心等待它完成 好 然后我们可以关机了 删掉不用的设备 有着光驱用不到了 然后把显卡 标准的BG设置成无 现在可以上机测试了 把显示器的电源HDMI线接好 并且打开显示器 虚拟的文字点启动 实测开机重启需要等待两分钟左右的黑屏 显示器已经有画面输出了 我们远程桌面来看一下 核显和声卡 均一正常 其实显示器要是有画面输出的话 核显最起码是正常的 然后任务管理器 性能里面是可以看到GPU了 也正常 用虚拟机输出的屏幕来查看一下 用直通的键数登录 这个GPU是显示的 我们打开一个测试的视频试一下 声音正常 放手歌试一下 也没问题 虚拟机重启测试 第一种方法 在虚拟机中点击重启 等待黑屏两分钟 这个AMD修正Bug的服务重启时间 好 屏幕亮了 登录 看一下设备都正常 声音正常 我们试一下声音 这个虚拟中的重启测试成功 下面我们先把这个虚拟机 设成开机自动启动 然后把整个PVE关掉 点击开机 让它从完全断电的状态下启动 然后自动进入了虚拟的问 核显和声音都正常 没有问题 这样两种重启方式 全部都测试通过 下面进行硬解的测试 测试片源还是老朋友4K265 HD20码率36兆BPS的星际穿越 我们使用ANBI 然后播放1080P10兆BPS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CPU的占用率 大概在18-20%左右 内存大概占了400兆B 知识帧率37左右 对比往期物理机N5105和虚拟机N100的表现来看 这个5500U在ANBI下的表现有些拉胯 感觉可显没有发力 有劲舍不出来的感觉 仔细读了一下貌似它不支持硬件塞料映射 我们改为软件的塞料映射 CPU占用率略上升 但是帧率提高到40帧左右了 然后又做了一些查询和了解 大家常说的硬件加速 Intel的叫QSV NV的叫NVENC AMD AMF Linux的通用的VAAPI Windows平台通用的DirectX DX 这还是用的ANBI的4.8最新的测试版 它只能用DX 所以性能很一般 我们打开Intel平台安装ANBI的截图 对比一下 Intel是支持硬件塞料映射的 而AMD只能软件塞料映射 这可能是为什么5500U核显这么强 在ANBI这个平台下 不如N5105和N100的表现的 两个重要的原因 再把软塞料映射换成Table 也就是ANBI默认的塞料映射算法 1080P10Mbps 可以平均40帧左右 切换为原片解析度和码率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4K原片码率下平均是24帧左右 虽然在ANBI下让人大失所望 在Jellivan下的表现 我们拭目以待 首先在1080P10Mbps下 取得了72帧的专码帧率 然后CPU的占用率只有15%左右 内存占用700Mbps左右 然后看一下GPU的占用率 30%多 比之前在ANBI的平台下 足足上升了有一倍 即便是GPU30%的占用率 它的帧率都能到72 那么GPU占用率到了780%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而CPU的占用率整个是很清闲 在Jellivan 1080p10Mbps下平均73帧左右 下面我们切换成4K36Mbps 也就是原片码率和分辨率的情况下再测 令人惊艳的40帧左右 不完全硬解对比统计表 信息比较多感兴趣的小伙伴建议暂停阅读 大概说一下 硬件数据波动非常大 受影响的因素非常之多 并且缺乏科学统一的测试工具 因此仅能非常主观的凭借使用习惯个人感受 以及使用硬件媒体软件 简单的汇总一下 不一定准确 仅做参考 我们看本期主角 5500U 7EU AMD的核显架构和英特尔的有很大不同 并不能单纯的看EU数量来判断 没想到的第一个意外是 安比下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这还是4.8bit最新版 编码器中看不到AMD AMF的支持 仅有Windows的DX通用加速 性能发挥受限 这么好的一块核显 愣是大部分时间 GPU的利用率超不过20% 安比团队 我不得不为小伙伴们 绝你一句 吃相很难看 更新又慢 提高又有限 反观Jellifun上 虽然GPU占用率也不算太高 30%左右的样子 但就仅仅这30%的利用率 1080p 73帧 4K也稳稳的40帧 估计后期 Jellifun和NDA的努力下 相信还有很大的提高 它是有潜力的 AMD Yes 哎 话说收费的屡屡被免费的打脸 安比和Jellifun如此 ESSI和PVE也是如此 老高打算以后 把这个不完全主观的统计表格 尽可能的长期的客观的做下去 也欢迎各位朋友小伙伴们提出优化建议 更好的测试方法和测试工具等等 别和我说那些常见的跑分软件 探个乐子还可以 和日常使用不搭尬 高分低能的主不在少数啊 总结一下 锐龙5500U性价比 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2. M2 3.0x4的插槽 配的是硬锐达4.0x4的盘 大气 3. 内存上用的是DDR4 8G 3200x2 现在的DDR4的内存 性价比很高啊 4. 静音 FPU烤机下 风扇贴脸侧 约40dBA带机更静音 5. 低功耗 不到6瓦的问下的改机功耗 也没谁啦 6. 安装PE顺畅 直通核弦 画面和声音输出正常 有待改进的地方 1. 开关貌似 很多小伙伴都喷了 着实丑 手感还可以 2. 螃蟹千兆 有线网卡 有点拉胯 如果有两个2.5G IR6网卡 那就完美了 3. BIOS中砍掉了CSM 好在AMD良心 直通核弦 有惊无险 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折腾的开心 开心的折腾 我们下期再见